在我们的印象中在高铁上吸烟似乎是不被允许的事,因为这涉及到高铁的运行安全,而且单独配吸烟室在成本上也划不来。 然而,在日本部分新干线高铁上,却有了专门的吸烟室可以抽烟,日本本来对吸烟就有严格的规定,即使是在马路上,也是不能随意吸烟的,吸烟都需要到指定的吸烟区域。 那么日本在高铁上为什么这么花心思呢?即使增加安全风险和成本也在所不惜,其实这是因为日本部分高铁线路和民航竞争十分激烈,尤其是在东京到大阪区间,因为飞机完全禁烟,所以一部分烟民,就会因为新干线不禁烟从而选择新干线,在其他竞争度不高的地区,新干线自然不会加装多余的吸烟室。 而在中国,基本上高铁票都不筹卖的,甚至要抢,所以加装吸烟室,就显得更多余了。